确实是事情是比较多 压力也比较大 那昨天对于平常一起共事的 记者朋友们发言不当 我会虚心接受指教 再次向这位记者朋友们道歉 深深一鞠躬向媒体道歉 新竹市府发言人徐千勤 因为打电话质疑记者 为什么要问那么多问题 强硬态度引发轩然大波 更被怀疑难道是想施压媒体 深一天他22号出面道歉 不过有最美发言人称号的他 过去可是演艺圈出身 在镜头前扭腰百屯 徐千勤曾出演过中国电影 过去也和吴敦印的 赤子吴子文传出绯闻 被指出是蓝白河的翻版 更曾是新北市议员 叶元芝的助理 这回闹出风波 也让人质疑新竹市府的专业 有一点点压力太大了 然后加上他个性比较直 有什么讲什么 也不太会去修饰 讲太快了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发言人工作版 就是需要一些经验 但新竹市府的风波 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原本要出来帮高宏安说话 要力挺他 没有介入寡妇楼都跟秘书长 却丝毫不留情面 这一段发言让外界笑说 连下属都说他没能力 不止这一件 竹市府本来要抓 泄露资料的内鬼 结果却被李正浩打脸 说资料根本都是都发处查到的 在找这些小内阁成员的时候 或者说包括像发言人 这些角色的时候 他对他的能力 有没有充分的了解 他本身是不是 是不是能够撑得住这个工作 被逼到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又不熟悉我们这个媒体的生态 不止高宏安本人 团队也接连出包 新竹市府风暴 恐怕还没那么快就能平息 欢迎新闻 陈世雄 叶昀娜 台北新竹综合报道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请锁定 团宇一把抓